沙發冰箱冷氣儲置 想得到的設備應有盡有 通風採光明亮 一看就讓人超想住 高雄首座社會住宅 開放看屋 首日就吸引大批民眾排隊賞屋 耐心等候就看賞屋後 滿不滿意 最重要的是月租金 最低只要三千九 交通很方便 這個市價來說是很划算 然後看兩人房 剛好跟小朋友這樣一人一撿 就是沒有跟外面比說差很多 可是就是很新 高雄秀宅終於要開放申請 位置就在凱旋一路 分三種房型 共245戶 租期三年可以續租 不過想住進來有條件 除了要滿18歲 設計高雄 月收入低於5467元 申請人跟配偶或同戶及子女 在高雄也不能有房產 也沒領住宅津貼 才可以申請 除了單人房 租金最低三千九百元之外 還有兩房一萬一 三房一萬三千八 租金相較一般租屋 價差最多可達半價 對一般戶來講 我們大概抓市場行情的 大概差不多八折 那另外呢 對關懷戶來說 我們是抓差不多市場行情的六折 租金呢 還內含管理費 三民新興林雅這個區塊的話 如果是以套房來講的話 他的租金大約在八千塊左右起跳 二月一號起 開放賞務五天 七號開始申請到三月一號 用抽籤決定入住對象 並非先搶先贏 民眾想要擺脫無殼蝸牛 還是得抽籤碰碰運氣 三例新聞